我们总是能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找到丑女的踪迹 但她们的长相无论再怎么丑陋 也不过是人类的模样 然而在19世纪的墨西哥却有着这样的一个女人 她的模样看起来完全不像人类 反而更像是曾经的人缘 她的嘴唇突出切厚重 四肢也像是星星一般 甚至有人说 这个女人的父亲不是人而是魔鬼 她的名字叫做朱利亚 因为长得丑所以内心十分自卑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名叫兰特 兰特来自美国 她先是用钱买下了朱利亚 之后又让朱利亚得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教育 对于朱利亚来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兰特这样对自己好 甚至没有因为自己的长相而疏远自己 所以朱利亚爱上了兰特 并且与她结为了夫妻 可怜的朱利亚并不知道 这才是她坠入深渊的开始 兰特开始宣传自己的妻子 如同怪物一般 激起了大众强烈的好奇心 但凡想要一睹朱利亚真容的人 必须通过兰特购买门票 在这之后的十年里 朱利亚一直是兰特大发横财的赚钱工具 后来朱利亚怀孕了 对于朱利亚来说 这可能是她唯一值得高兴的事 但她并没有成功地当上母亲 而是与刚出生的孩子一起双双育命 但兰特并不满足 她将妻子的尸体做成标本 放在玻璃容器中 就这样 兰特继续带着朱利亚的尸体 在全世界进行展览 兰特的赚钱门路 成了他人际遇的对象 于是有人悄悄将朱利亚的尸体盗走 朱利亚虽然脱离了兰特之手 却成为了另一个人的摇钱树 1994年 朱利亚终于结束了150年的漂泊 被好心人带回了她的祖国 人们为她举行了葬礼 让她的尸体能够安然地沉睡于地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 请点关注哦